看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 应该就能猜到我今天说的是哪一双鞋了吧 嗨各位好 我是加米 那我身上的这件衣服呢 其实就是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篮球训练师 德伯·威廉姆斯的个人品牌 那德伯·威廉姆斯这个人 其实近几年是在国内非常有知名度的 那如果在几年前看过他推出的一些 关于篮球训练的一些纪录片的话 那一定会非常喜爱这个人 他对篮球训练做出的很多疯狂的事情 那我那个时候也是被他的一些纪录片所感化感动 我也就非常喜欢他的这个人 以及爱上了他的这个品牌 那我身上的这件衣服 其实是我已经在五年前是通过国外的渠道 我也是在国外在他的个人官网上面进行的购买的 那那个时候在国内其实是根本买不到 关于他个人品牌的任何的周边的产品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德文在这几年也来过了中国 那现在也可以通过国内的一些渠道去购买到 有关他的英特拉布的周边产品 那我今天要说的这双球鞋呢 其实就是英特拉布与国内的草牌草场格斗 联名的一双实战篮球鞋 那这双球鞋它整体的配色就是绿色黑色以及白色 和英特拉布这个logo 配色其实就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在鞋舌上面也是印有了英特拉布的logo 那我也是在它发售的第一时间 就是在它的官方淘宝店进行了路手 那我记得路手的价格其实是六百多块吧 那我收到这个包裹之后 中央球鞋的鞋盒也是做的比较好看的 也是写了一个草牌成以英特拉布这个logo 那整个鞋盒的颜色也是荧光绿非常乍眼 后面也是写了草牌的一些slogan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那中央球鞋我是选择的42.5码 因为它是说中央球鞋不偏码的 那我就选择了我平时购买球鞋 一个比较默认的尺码 但是当我收到中央球鞋上脚了之后 我是发觉中央球鞋 它是其实有一些偏长 稍微有一些偏大 所以说我只能去搭配比较厚的篮球袜 去均匀穿着 如果是薄的篮球袜的话 前面其实是有一点空空的感觉的 那这双球鞋它42.5码的单只重量是445克 那这样一个重量在现在的篮球鞋市场上 这个重量只能说是中规中矩 并没有非常轻质的感觉 那这双鞋其实已经是草牌推出的 第二双实战篮球鞋了 那它推出的第一双篮球鞋就是在这里 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中央球鞋的配色以及设计的 那我今天先不聊这第一双篮球鞋 那中央球鞋作为草牌推出的第二双实战篮球鞋 那它的名字叫做Sophia天体 那Sophia这个英文单词其实还包含了圆形球体各种各样的意思在里面 那所以说中央球鞋其实它的设计理念就是和这个名字有着非常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中央球鞋它的鞋身鞋底 我数了一下一共有八个圆 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有七个圆 在中央球鞋的鞋身鞋底上 还有一个圆在中央球鞋的中底TPO片 是一个圆形的一个TPO片 这八个圆圈中的每一个球体圈 其实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或者说有它的功能所在的 那我们先来看鞋底部分的这个圆圈 关于抓地的部分 中央球鞋用到了八个圈里面的三个圈 前掌的两个圆 后跟的一个圆 那前掌的这两个圆 一个是设计在了前掌的内侧以及外侧 那这两个圆圈的设计上翻 其实是非常的夸张 已经上翻到了鞋面部分 那这样一个设计语言难免就让我想到了摩托轮胎的 这种设计的感觉 因为我们都知道摩托车在行驶中过弯的时候会产生倾角 那转弯的时候轮胎的两侧就会接触地面 那中央球鞋也是同样的道理 在变向或者说在横向登地的时候 就会有更多的外底纹路 或者说产生更大的抓地力以及摩擦力 那前掌外侧的这个上翻 其实也是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以及防侧翻的作用 我个人其实是非常喜欢前掌的这两个圆圈的设计 而且中央球鞋它的外底抓地力 算是我今年穿过的所有篮球鞋当中 算是排名比较靠前的这种抓地力的外底 那有一次我去我家楼下的球场打球 我带了两双球鞋 那我本来是想穿这双预帅13泵 水晶底版本的 直接就实战了 那这双球鞋我就是备用的 因为这双水晶底版本 外底实在是太挑场地 比较不靠谱 那我先穿的这双球鞋上脚了之后 直接就觉得滑的不行 那我就直接脱下这双球鞋就放弃就换上了这双Sphere 然后抓地力真的是出奇的好 而且还有一次我是记得我去穿着这双球鞋去打3对3的比赛 那比赛的场地是一个外场非常脏的一个外场的场地 那穿着这双球鞋真的是没有一点的打滑 那其他球员所穿着的球鞋呢 在那个场地就会产生不同程度的一些打滑 或者说启动有一些小小的打滑 所以这双球鞋它的外体设计语言 不免让我想到了欧文的一些篮球鞋的外体设计语言 就是那种非常适合变相 因为欧文之前的欧文四代 欧文的三代 或者说欧文的二代 其实它的外体设计语言都是和我前面提到的摩托车胎 其实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双球鞋其实有一些欧文球鞋的影子在里面 那我之后也会说到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 这双球鞋它的中底的材料以及缓震的表现 那这双球鞋的中底就是用到了非常普通的Pollum缓震棉 那前掌一块后掌一块 其实厚度是非常的薄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薄 所以这双球鞋它的中底缓震 还是靠它的中底泡棉 大部分进行的参与的一个缓震表现 那这个中底上脚之后的脚感其实还是比较偏硬 但是不是深硬的那种 带有韧性的这种硬 那这双球鞋它的中底其实是非常的贴敌 就是场地感其实是非常的好 那对于我这样一个体重来说 这个球鞋的中底缓震其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且它的这个中底泡棉的耐久度 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的 因为我穿了这段时间之后 它的中底泡棉的这个褶皱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那接下来再来说一下中央球鞋 关于支撑性以及稳定性方面的表现 那支撑性和稳定性 它又设置到了中央球鞋 八个圆圈当中的三个圆圈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圆圈 鞋后跟部分的一个圆形的超硬的一个TPU 真的是超硬的TPU 那在这个TPU上就是印上了草牌的logo 非常有个性的一个logo 那这样一个非常坚硬的大面积的圆形TPU 真的是给予球鞋后跟的稳定性 真的是非常稳定的一个保障 真的是硬的不行的这种TPU 真的是捏都捏不动的这种 而且在TPU上还设计了一个提环 这个设计其实就是可以拎着球鞋 这个设计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设计 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那在外底它是用到了这样一个立体的圆形塑料TPU 做整双球鞋的稳定支撑 而且中央球鞋在中底它内嵌了一个 就是我没有拆解中央球鞋是看不到的 一个内嵌的一个圆形的TPU 所以中央球鞋它在中底其实是带有两个TPU支撑片的 所以中央球鞋它的外底以及后跟的支撑性其实是非常强 那剩下的两个圆圈就全部都在中央球鞋的鞋面上了 那这双球鞋的鞋面材料其实是用料非常的厚实 从网面皮革面料进行了一个多层堆叠的鞋身面料 这样一个鞋面的用料就不免让我想到了10年前 就非常久远之前的一些非常old school的篮球鞋 它们所用到的鞋身的一些面料就是非常的厚实 那中央球鞋的鞋带部分就是一个圆圈 那它的鞋带孔就是用这种非常坚韧的绳索线所代替了 那在拉紧鞋带了之后 配上非常厚实这个鞋面材料之后 整双球鞋鞋面的包裹性是非常非常的良好 那说完了中央球鞋这8个圆形的设计语言 或者说在实战方面各方面的优点之后 那中央球鞋还是存在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弊端 或者说比较致命的硬伤的 那首先第一点就是中央球鞋在非常厚实的球鞋面料 所带来非常优异的舒适性或者说包裹感之下 所牺牲的就是中央球鞋的透气性 而且我前面说了因为中央球鞋有一些偏大的关系 我只能穿非常厚的篮球袜去配中央球鞋 所以我每次脱下中央球鞋之后 我的双脚基本上就是篮球袜石头 而且中央球鞋的内衬也是一个石头的状态 那第二点就是中央球鞋 我前面说了它的42.5码的单只重量是445克 那这样一个重量其实如果是对它设计的初衷 是为了喜欢变相喜欢突破的选手而设计的话 我觉得这个重量其实是有一些偏重偏沉的 就是其实可以去减少一些鞋面的这种面料的堆叠 那既可以保证透气性的同时也能减轻球鞋的一些重量 更好的去达到中央球鞋它的设计的初衷 就是给变相的选手给喜欢突破的选手提供 就是更好的这种感觉 那第三点其实就是我个人觉得对于中央球鞋它的设计初衷 其实是非常致命的一个硬伤 那是什么呢就是中央球鞋它的鞋垫 打滑非常非常的严重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我在穿着中央球鞋就是已经系紧鞋带 把鞋带已经拉到底的状态下 就是包裹性已经拉满的情况下 在横向突破在竖向跑动加速的时候 我就感觉我每一次发力 我的脚都会在这个鞋垫上进行 来回的滑动 球鞋的外底抓地力又那么好 鞋面的支撑性包裹性又那么好 中底又那么的贴地 但是你这个鞋垫给我来个打滑 真的是有一种好码没有配上好按的感觉 就是我每一次在横向突破 或者说脚尖脚趾发力的时候 我就感觉一打滑我就泄力 就是感觉不痛快你知道吗 就是这种感觉 虽然这是一个通过外表 看不出来的一个印象 真的是只有你自己体验过 或者穿着过才能知道 因为这样一个鞋垫打滑的问题 我想过很多办法去解决它 不是换鞋垫 就是我去尝试了很多不同门路的篮球袜 从各种品牌的篮球袜 就是鞋底有不同摩擦门路的篮球袜 我去尝试了之后发觉 还是解决不了这个打滑的问题 那我接下来如果还要去穿着中央球鞋的话 我只能去换了这个鞋垫了 真的是我还要去额外的花钱 那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 我觉得这样一个致命的缺点真的是不应该 那说了那么多 这双球鞋的设计语言也好 实战的优缺点也好 那整双球鞋带给我的感觉 其实还是离不开欧文的签名鞋的一个影子的感觉 那作为国内这样一个新兴的一个小众的篮球品牌 那它的第二双篮球鞋带给我的感觉 其实还算及格吧 我真的是觉得还算及格 那相较于这它推出的第一双篮球鞋来说 我觉得其实进步已经非常多了 那这双球鞋我就不去做实战的测评给大家了 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视野品 我觉得实战表现真的是比较一般的一个一双球鞋 那这双第二代的草牌篮球鞋Saphir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进步空间的 我前面有说了它的一些缺点 这双球鞋的设计或者说外形的造型 其实算是我今年让我比较惊艳的一双球鞋 但是在实战性的方面 其实还是要去多花一些功夫去达到这个品牌 它创立或者说去做球鞋的一个初衷 就是为了给这种野球手 或者说给民间的草坑球手去穿着的一双篮球鞋 那实战性能一定要和它优异的这种外观 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水平才可以 而且草牌的篮球鞋卖的并不便宜 不管是第一代或者说这第二代也好 我两双入手的价格其实都是600多块 就是你这样一个国产的小众品牌 如何和国内的这些国产的大牌去实战鞋去抗衡 因为像今年国产的一些品牌的篮球鞋 像安踏的海沃的一代 像匹克的太极产线二代 它们的价格都已经低到什么地步了 而且它们的实战表现 其实都是这种性价比之王的这种感觉 那你草牌球鞋又要卖到这样一个价格 那实战表现其实并没有和这样一个价格 做到一个完美的匹配 所以说真的还需要好好的去开发或者说研究 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欢迎点一波关注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一键三连来一波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